306这一题,万事通银行预期贩款分析表 所以如果假设针对金融业,如果今天想要画一个类似像这样的图 这个图的话其实比较特殊的,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图叫做组合图 那什么叫组合图啊,你会发现呢 它具备有什么呢,直条图,这个直条图 然后又具备有折线图 那你会发现呢,它的主坐标轴,你会发现横轴都一样 横轴共用,但是纵轴的话有自己的部分 也就是这个高度,这个应该是放款的金额,所以数字比较大 这边折线图是预期放款的比数,比数比较小 所以这个是主要轴,这个是次要轴 也就是Y轴,它不是共用同一轴 像刚刚那一题的话是四个资料共用同一个Y轴 那可是这一题刚好不一样,它是两边有各自的Y轴 所以有两个轴 那如果有两个轴的这种图的话,一般叫组合图 它有个名称叫组合图 组合图的话通常你可以有两个Y轴 可以呈现两个不同类型的资料 那可是问题,这个有个限制 它应该没办法放第三轴 因为如果你还有个Y轴 只有左边跟右边,还有呢?没有了,除非有3D的 所以只能放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料 OK,这个可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所以要怎么绘制 是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其实也不算太难 但是其实还蛮常用到的 如果你会绘制这种组合图的话 一定会非常的吃香 因为将来如果你做PPT的时候 你要show 我建议你如果以后将来上台做一些简报 一定会有机会 因为每个公司一定会开会 开会的时候一定要做PPT 可是PPT有时候你放一堆文字 我跟各位讲,没人要看 谁要看,那字看太难理解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 就是你画图给人家看 那画图的话最好是把数据 把它绘制成 一般人比较能够理解的 像我们现在绘制图表 所以绘制图表其实相当重要 我是建议各位可以好好学 然后可以找一些相关的资料 现在最缺我想就缺资料 所以你可以假设有一些资料 你可以把它拿来做一个绘制图表的动作 应该呈现出来 我想应该会有让人家觉得一目了然的效果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 他是为了要了解什么呢 客户他预期放款的那个什么 进行客户放款预期 也就是他缴不出贷款的这个比例 然后从数据很难看就端倪 所以他想绘整预期放款的天数 跟比数还有金额 所以有三个资料 天数、比数跟金额 所以你如果资料 像比数跟金额 这两个可以当壮轴 天数的话可以当横轴 有没有 所以等于可以呈现三个面向的资料 然后再将此绘制成直条图 与折线图 其实是一个组合图 进行比较 那怎么做 一样我们先把档案先打开 那第一个的话 根据 所以这总共第一题第二题 然后这两个题而已 其实也是一样不多 第一题的话有A跟B 两个小题 那根据呢 所以打开之后 你会发现 它实际上是利用枢纽分析表 所以它已经做了 你就不用再做了 这个是枢纽分析表 它已经帮你做好分析了 所以你会发现 它其实已经把预期放款天数拖拉到列了 所以它主要是要统计呢 到底预期放款的天数有几天 当然天数越多的话越下面 所以预期放款 什么叫预期放款 就是你买了房子 结果你缴不出贷款 那缴不出贷款几天 一个月内的话有八个 两个月内的话 再加七个 这个比数 然后总金额的话有这么多 它预期放款 预期没有缴款的金额有这么多 所以我们如果想要透过 因为你看数字 有时候不太能够直觉去了解 所以如果想要绘制成一个图表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它第一个要我们做什么 图表类型是组合图 然后呢 它说群组直条图跟折线图 并修改这个资讯如下 第一个的话就是放款比数 它是要当负的 而且是含有标记的折线 所以记得这个地方 放款比数 是要是含有资料标记折线图 而且还是要负的 负作标轴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把加总跟金额 就是它到底多少钱没还 然后呢 当成群组直条图 OK 那最后的话呢 把这个图表放在一个新的工作表里面 那名称叫图表分析 大概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所以首先第一个动作呢 我们先把 游标放在这个 书纽分析表结果 当然这个其实它已经做好了 我们就先不要做 其实它实际上就是什么 把那个预期天数放在列 然后把什么呢 放款比数 比数呢 放在值 然后加总也放在值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有 总共两个栏位要做比较 这个跟这个 那游标放这边之后 怎么画图呢 找到上面有个 枢纽分析表分析 这边就有枢纽分析图了 按下去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它会出现说 到底你要哪个图啊 那因为我主要是针对 你会发现它预设是 群组直条图 这显然不是 因为它把什么 把那个放款比数 跟加总 你会发现 因为笔数很少 笔数才8笔 7笔 可是金额非常大 所以你会发现 那个放款的这个 底下这个 这个蓝色的地方太小了 所以这个比较适合组合图 那组合图的话 它希望呢 把放款比数 用哪一个 就含有资料标记 所以 含有资料标记 应该是这一个 有没有 这个 点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放款比数呢 它是希望变成 还有资料标记折线图 然后要负坐标轴打勾 因为所谓的负坐标轴 这个是主坐标轴 这边是负的 所以你打勾之后 这边就变成 数字比较小 因为放款金额比较小 那加总总金额 就是欠多少钱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群组直条图 就这个 它原来折线图 这样看起来好像不好看 所以改成群组直条图 这样就OK了 这边不要再打勾 因为负坐标轴只会有一个 你不能说打勾它 打勾它变成这样 你会发现 这边变成负坐标轴 这边变成刚好颠倒 这边是主坐标轴 反正你是主 另外一个就是负 反正其中一个是负 就对了 所以如果你打勾其中一个 如果你不打勾的话 就是一轴 一轴的话 变成它全部都贴地了 为什么太小了 根本看不到 所以这样的话会比较清楚 主要会应用的地方应该是 你要呈现的两个资料 它的资料 数字相差太悬殊的时候 那就非常适合用组合图了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可能要想一下应用的地方 这个组合图真的超好用 因为像我们常常要做简报的时候 你要秀 你不要用嘴巴讲 说真的 你讲说破嘴不如一个图 说真的 你讲再多 人家听得有点模糊 你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兴高采烈 但是底下的人都快睡着了 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但是你只要秀个图出来 原来是这个意思 比如最近 美元一直升息 应该我们看慢慢 台湾最近的银行贷款利息也升上来了 那如果升上来之后的话 就会有个问题了 很多人如果缴不起那个利息的话 有没有 比如说你可能一个月只要缴一万块 你觉得很轻松 可是突然间 升息了之后利息变多了 一个月要讲两万块 你可能缴不起了 那怎么办 只好就是类似像这样 预期了 就没办法缴 没办法缴怎么办呢 那开始断头了 断头就是说 银行就把你的房子拿去拍卖 拍卖完之后 把得到的钱直接还掉 不足再去追你的钱 如果剩下来就还给你就对了 这个叫断头 不过现在应该台湾还不至于 因为我发现有升息 但是升的不够多 可是之后如果升再多一点 我看会不会有断头 那整个房价应该就雪崩了 这个崩盘也不见得是好事 因为大家本来很有钱的 结果全部都变穷人了 因为房子不值钱的话 那就是会发生这种问题 好了 这个不是重点 慢慢确定 那图就出现了 OK 你可以翻这个图 可是放在这里有点怪怪的 你说老师把他移到旁边 可不可以 当然有时候可以 可是有时候还是会挡到 那怎么办 按右键 把它移动图表 因为题目要我们是 带一个新的图表 那图表名称叫什么 图表名称叫图表分析 所以这个地方就把它改成叫图表分析 OK 把这个图表分析四个字打上去 好 按确定 这样的话 又把它丢到这边来 所以你会发现多了什么东西呢 就是在原来的资料 的左边增加了 叫图表分析了 那你会发现 哇 这个看起来应该就清爽多了 可是好像还是有地方 需要再调整 好像它很 这个直条图有点太瘦了 有没有 我希望它胖一点 那怎么变胖一点 另外的话 这个颜色 橘色我不喜欢 我想要变成其他的颜色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OK OK 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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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